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记者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温载政反拨前连线 和三峡麦载人反正收支就会 联合行动 在这样的一个大二天 我们来到新北市政府前面抗议 原因就是因为 现在新北市府接连的爆发弊案 我们有三个事情要跟大家报告 第一点 过去 无论是温载政反拨前连线或三峡麦载人反正收支就会 都不断的指出新北市政府 他的开发案 他的开发案 背后有明代和地方人士 还有政商 在背后操盘 而如今 新北市政府他爆发这个弊案 更是直接证明这个事情 我们在过去质问市府 为什么新庄副托薪 房子有百分之七十六托屋率 他还要再跟载政继续盖两百公斤的房子 为什么三峡麦子言 他的捷运 要经过一个只有1700人口的农村 这难道不会是破产捷运吗 这些质问 新北市政府都没有办法回应我们 而在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正是因为背后 地方人在插旗买地 政商行为官员 所以才有这一窗窗 没有开发必要性的案子 从今年初开始 在这个新北市呢 就发生了很多土地的弊案 尤其是最近啊 这个远雄远雄的问题 因为远雄在我们温宰盾 也是有购买土地 所以我们的乡亲 就特别的今天来这边关注这个案子 那远雄跟 那个远雄的赵腾雄 跟那个前议员周顺考 他们买通官员 然后涉嫌是这些事情 就是有灯仔不食跟引力公文的这些事情 然后官员好像是有 涉嫌有农业局的苏丽梅 环保局的李长奎 城乡局的海志平 跟都省委员刘远雄 天啊你说这一大串就是 简直就是一条龙的行为 那他们联合起来就是 就能够操弄政府 鱼肉消民了吗 而且每次抓包 出包的都是只是 科长跟那些办事员 真的没有其他的高官涉及吗 如果最底层的办事员 就能够偷天换日了 那较高层的或是更高层的官员 平时他们对案件都不了解吗 在这边做补充 金钻建设李家翔 他行贿双北官员 直接介入的就是温宰最重化案 那么怀疑 就像刚刚这个居民代表讲的 底下的哥人如此 上面的领导阶层到底是什么样的样子 让我们喊口号 向良不振下良歪 向良不振下良歪 朱市长出面负责 朱市长出面负责 向良不振下良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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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市长出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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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三峡鸟不生蛋的农地中 只有一千多人的地方 两公里设三个站 跟工作站一样多 我还以为我们这里是西门丁东区 或者捷运市用来载农产品 像鸡啊鸭啊羊啊猪啊 我都很怀疑 结果新北市政府说 这是专家的建议 这肯定是互相勾结 太离谷的是 我们这边是郊区 假捷运争草地 坊间仲介说 远雄等大建设公司 已在我们三峡龙埔里 购买土地圈地养地 捷运站服务的是人民 还是黑心财团的土地游戏 我们龙埔里一千多人 我手上有九百多份的联署书 我手上有九百多份的联署书 反对设这个LV05站 我们里长也站出来 反对设LV05站的设置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之前麦子元已经 麦子元制作会 已经暂缓了麦子元都市计划 那麦子元都市计划 是什么呢 跟各位报告一下 就是以龙埔捷运站为中心 附近去开发商业区 住宅区 那现在麦子元都市计划 已经因为争议太大 要暂停了 但是政府 现在还是要把这个站的核心 龙埔站盖下去 政府说 我这个龙埔站 我先不会征收 我们先盖下去 再跟其他居民讨论 要不要征收 这不是太好笑了吗 我们这居民 已经有一半以上 不要这个捷运站了 但是政府 还是要先盖下去 啊之后不就把我们打成丁子户 说我们要钱 说我们贪心 更夸张的是 捷运 政府竟然说这个捷运站 要盖给国教院来使用 这是最大的笑话 龙埔站的下一站 就是国教院站 一个国教院要盖 两个捷运站 给他用 这不是太夸张了吗 这个政府 拿着无聊的东西 来一直消耗人民的耐心 所以这个都市计划 是城乡局 捷运指管捷运 互踢皮球 难道这些官员 互相踢皮球 注意力人不用负责吗 所以我们今天这么多案子在这边 晒着太阳 血淋淋在这边 让大家看 难道新北市政府 他们都不用负责吗 东西心和必要性 也不是政府说了就算 只有一种计划 就强迫居民来接受 是侵害人权的做法 计划在拟定的时候 就应该要 纳入居民的参与 并且让居民能够去提出 民间版的规划方案 和政府的版本一起公平的 来讨论 这才是比较符合人权的做法 那台湾已经在2009年 就签订了两公约 在两公约居住权 的联合国的相关文件里面 早就有建议政府 应该可以怎么样来做 但是到现在都已经过了八年 政府还是一点都没有进步 那第二点我要说的是 如果这些计划 这些都市计划呢 如果通过了之后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两个案子分别 是预定要用市地重化 和驱断征修的方式 来做开发 那这两个制度呢 听起来不一样 但是它其实有一个 一样的运作逻辑 那就是用土地 权利价值的计算 来计算说 开发之后呢 这些人 可以分配到土地是多少 而且它还有一个最小 分配面积的限制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的土地的面积呢 只够我的家庭来使用 那这样的话 在开发之后 非常有可能 会变成流离失所的状态 或者是只能去选在 不适合居住的地方 比如说 桃园机场捷运A7站 大家都知道说 那里有个夜市文的B案 那在那边居民 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们在开发之后 只能去住在垃圾厂的旁边 那如果 现在这些法规不改 现在的开发逻辑 还是一样的这种 驱赶小地主 和驱赶居民的逻辑 它只是在土地大的地主 和带来越来越高的房价 和地价而已 那里 对